首先来关注中国的消息 中国P2P网贷平台今年7月份发生倒闭潮 其中有国资背景的银斗网 被曝光诈骗数万名投资人共44亿元 并伙同一帮公司洗钱即将在香港上市 10月3号数十名受害人到该公司门口维权 10月3号数十名银斗网投资受害人 聚集在位于杭州的浙江一帮通信科技有限公司门口维权 但公司已紧急搬离 更名为万斯 但旁边被剥掉的一帮两字仍依稀可见 受害人打出北京海淀公安保护黑恶势力 赃款转移一帮还我赢斗44亿的横幅 高喊还我血汗钱的口号 但维权行动当警察阻挡 警察抢夺横幅时 双方僵持不下 场面一度混乱 第一个诉求是通过耐有查实的线索 调查一帮公司的资金的流向 包括警合书 另外呢 我们要求或请求 唐州警方来立案调查 一帮公司所有资金走向以后 冻结企业相关的账号 第三条 在上述内容彻查清楚之前 冻结相关资金与股权 暂停一帮在香港的丧失计划 这是我们的求求 当天杭州信访 要北京海淀警方发协查 他们才能查 记者丝毫打通多名受害人电话 疑似受到压力 都不敢接受采访 营动网最大股东是华信电子 而华信电子为国有企业 是军方设备供应商 7月18号 营动网停止运营 采访报道 是军方设备